各位同学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第15课的内容 第15课的内容相对来说也不是特别多 所以我们在这里会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和复习 首先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部分是Docuse 就是同班同学 可能在这里大家会知道 同班同学的语体形式 说话有些在随便场合 肯定是怎么样 用比较随便的表达形式 那么今天我们再次学习一下这一些相关的内容 那么接下来是 日本レストラン即教日本的餐厅的相关的 一定要注意第四课学过即教是什么 情况状况也有缘由的意思 相关的情况 好 马上进入生字表1第一个单词 我们来看看 ちっとも这个单词是一个重点的副字 一点也不四毫不 所以这个表达形式一般情况都是跟 否定的表达形式一起互相使用 四毫不我们来看看 十年ぶりにいどこにあったが ちっとも変わっていなかった ぶりにいどこにあった 我们在本册数第二个学过是 隔了十隔 前面记得是十元段的词 十隔十年 再次见到了我的表兄妹 或者是唐兄妹都可以 说它一点变化都没有 好 这里面呢 其实这个单词我们要怎么样 比较着来记 大家看一下下面这几个单词 从长得上来说 从外形上都挺像的 ちょっと我们大家最熟悉的 哪都什么时候都不会错 是稍微 但羌头可能有同学这个印象就淡薄一些 它是好好的也是在初级第九课学的 这个单词的意思很好理解 但这个单词的记忆起来 我们可就要比较的来记 就跟以前所学过的这个单词 可能它在外形上长得比较像 大家看这几个单词确实很像 秋刀是大家最熟悉的 什么时候都不会错 是稍微的意思 而羌头这个单词 大家可能这个印象就不是那么深 只是在初级十六课学的是好好的意思 那么而秋刀是在第九课学的 跟秋刀一起学的 它是正好的意思 是拉长一拍的 而羌头是跟否定相互应 一点也不 那么大家要把它归到一起 比较着来记忆 这样就不容易混淆 接下来是 それはそうと是一个连词 此外另外顺便提句的意思 我们来看看 それはそうと君に言っておきたいことがある 说顺便提句 我这个此外怎么样 我还有想对你说的话 那么这个大家在口语当中经常会用到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单词是 おすすめ 是推荐品的意思 那么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个例句 何かおすすめがありますか 大家无论是商店买东西 去超市买东西 甚至是在餐厅吃饭的时候都可以说 你有什么推荐的吗 包括你跟这个导游也可以问 就是要有什么推荐的东西 当地有特色的朋友之间都可以用 好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曾在超市里拍摄的 这么一张的这个图片 里面 てんじょおすすめ修品 就是告诉你说 店长推荐的东西一般都是比较划算的 或者打着打着比较好 比较实在的东西 接下来下一单词是 あたたまる 这个在第十一刻 其实我们在语法部分简单提到过 这是个自动词 あたたかい 它的把一变成 まる是自动词 心があたたまる 就是内心感到温暖的意思 往下来是 もりあわせ 这个是什么 拼盘的意思 就是组合 もる是成 あわせる是组合 所以在这里这个复合性名词就是拼盘 てんぷらのもりあわせ 包括おさしみのもりあわせ 都可以 好 接下来 好 第一部分的单词就比较少 我们就介绍到这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语法语表达 我给你承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